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频道上有那个 就是他有时候不断的说灰姑娘 就是找些业余的小孩啊 来赛表演的那 嘿 您这是看那选秀节目去了 对了对了 我说的呀是最近有一电影 那你给咱讲讲 票房挺好 就是说好多小姑娘都爱看 就是这个是格林童话的那个灰姑娘的故事 咱们都知道 但是据说这个电影主要好看是裙子 就说奥斯卡得奖的那个一个服装设计师 哎呦 我说是多少个人工 做了几百个小时 缝出来好多个裙子 这裙子是非常漂亮 咱们可以先看一段 就说这漂亮裙子 词曲 欧阳 词曲 李选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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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裙子 they're made of glass and they're really comfortable remember the magic will only last so long won't you tell me your name my name is at the last rock at midnight the spell I have to see her again 所以这电影咱们仨都没看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 可以引出好多聊的 我现在发现 这个真是一个权力意识 高涨的一个年代 任何一个事 你想不到的 都有人发言 你比如现在有些 可以叫女权主义者 他就会说这个电影 又在宣扬什么呢 改变一个灰姑娘的命运 全靠找着一王子 嫁得好 这些童话都是这样 是很讨厌的 王沐老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 有点太较劲了 有时候看一个电影 有时候听一首歌 有时候是叙述 有过这样的事 咱就叫上纲上线 就是你要那么较劲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这个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说那 你先发几条 就最能行的东西 告诉我 所以就说 这 我就是举个例子 去聊 有很多方面聊 你看 还有人就发现 灰姑娘 您说这也有意思 这个人类 他到底是有想象力呢 还是想象力 到底有多发达 按说我以为 你们作家 那想一故事 还不容易吗 那是一个人 就能想一个 不同的故事 可原来呢 这个比如说 灰姑娘 这是一个非常 难得的一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原来发现的 在全世界 各个民族当中 是有一个母型的 是有个原型 而这个原型啊 到照现在的统计 已经将近一千种了 在这个里边 你看记载 最最早的 文字记载 最早的 有人查出来 竟然是中国唐朝 这个段承氏 写过一个叫 有洋杂祖的 这么一本书里面 里面一个叫夜宪的 一个女的 就大体也是 在后妈那 受了受苦受罪 然后呢 穿了一个什么鞋 参加了一个party 这个鞋呢 掉了一只鞋 结果被一个国王 见到了 国王见到这只鞋 全国找女的试穿 谁穿都不合适 最后终于找到了 这个女的 哎 好 国王把他娶了 幸福的生活开始了 你看 这个灰姑娘这个故事 在很多个民族 甚至是古埃及啊 什么古希腊 都有这个传说 好 但是这个 这个 一直到了格林童话 您知道啊 这个前些年 我想起一个事 这个 有一本书 你看台湾 按说这出版 算挺自由的吧 台湾也给下架了 后来是 这个大陆这边是新闻出版总局 也把这个书下架了 叫做什么 什么 就是大概就是 耸人听闻的那种 格林童话 令人站立的 我知道日本人编的吧 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 当时我 我还以为是真的呢 所以留在我脑子的印象 就是说啊 说这个格林童话 是已经经过这个格林兄弟啊 改编过的 说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啊 没有儿童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收集的民间故事啊 实际上里边充满了血腥 暴力 甚至于你比如说 睡美人里边的那个王子 他为什么喜欢这个睡美人 因为那个王子是个恋尸癖等等 就你能一想 就是这种故事 说实际上是格林兄弟呢 他改编了 改的后来适合于儿童看了 结本 结本 于是他就这本书就挖以前的 所谓这种血腥乱伦的这种 我知道台湾不是下 台湾是不是政府下架 是出版社自己被骂 被人骂了 而且这事大家都知道了 就没什么人看了 已经对 都编的嘛 然后呢 但是这个传说 你看流传一直到现在 实际上呢 是两个日本女作家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笔名 叫同什么操 就是这么这么一个 这个日本文学 还真是有点这个这个 另类的那种 就是就好像还有这个 这是他们的一个 一条另类文学流派 就是笔附着一个经典题材啊 然后就给你往这斜行里 再写再写再写 是这两个女作家 编的这么一个一个东西 哎 然后呢 就就被人改头换面 大陆的一个出版商 大概为了赚钱吧 慌慌慌 就就就就就 当时卖的还挺多 但这种东西 其实日本并不是文学主流 而是日本的流行文化的 一个很重要面向 日本把所有的 很多的小孩爱看的动画片 都能够把它改变成AV 嗯 你比如说有个很流行的动画 像新世纪福音战士啊什么 他们就有色情版 黄色版 他们很喜欢把这些东西 扭弦扭曲 扭得很黄很暴力 哎 王老师 你觉得这个 格林童话 在您心目中的印象是什么 我 我是 小时候很喜欢看格林童话 嗯 还在我 读安徒生以前 安徒生那个 就更有文人的 那个新 新作的那种 格林童话那种民间色彩 比较重 比较浓 里边的一些故事呢 其实你就是 就是中国 你特别能理解 嗯 它为什么有类似灰姑娘的这种 是不是 一千种母题呢 嗯 原因就是说呀 呃 有无数的 小女孩 嗯 梦想着自己将来嫁一个白马王子 呃 梦想着自己的地位能提高 嗯 梦想着自己有幸福 嗯 这个 你 不能说他这种梦想 有什么问题 嗯 说你这里都太缺少女权主义了 嗯 女权主义 我们也无法要求 几百年前 或者几千年前的 那些穷困的 连饭都吃不饱的 呃 连鞋都没有的 嗯 啊 说有一双 有一双灰鞋 嗯 什么鞋都没有的 光着脚丫子的 有的是到现在中国也还有 嗯 嗯 所以他有这种幻想 比如说全世界还有类似的 就是说这个傻子的运气 嗯 哎 这个 这个 哥几个人 是吧 是是是 最 这 比如说哥仨 嗯 嗯 最聪明的人是一个最冷心狗肺的一个人 最坏的人 嗯 最傻的那人是一个最善良的一个人 哎 哎 结果可是偏偏这傻子呢 呃 无往而不利 怎么那都 怎么碰都对 哎 你看这一类的 这个也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反映的 找平衡的 用一个词就是弱 弱是群体之梦 嗯 你想弱是群体 他能梦见什么呢 嗯 他梦见他这有讨运 嗯 他梦见 或者是女孩 他梦见他嫁了王子 嗯 如果男孩的话 他梦见他得到了国王的信任 他本来是一个教花子 最后国王呢 把江山 这既不传给那个坏人 也不传给邻国的那个心怀否册的人 嗯 把江山传给了他 我觉得这个都是这样 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把明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题材 把它搞得或者是很血腥 或者搞得很 就用我们中国的语言 就是非常的色情吧 非常淫秽吧 嗯 这个也是就跟我们刚才前边说到什么 吃喝嫖赌啊 或者虎狼一样 嗯 就人性当中呢 除了那些美好的东西 我们所向往的东西以外 也还有一些被压抑的东西 有一些平常的得不到释放的东西 哎 或者是在绝望之中 甚至于变态当中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在国家 包括国家领导人 一讲文艺就是讲真善梅 嗯 我太理解了 谁不愿意真善梅啊 对 可是为什么你在有些西方国家里头 或者在其他的地方 包括中国自己里头 里头也有各种各样的假恶丑呢 嗯 甚至很多文学描写的就是这个假恶丑 描写的是假恶丑 他描写的让你非常的难受 嗯 你看的恰恰是你最不能容忍的那些东西 他把它写出来了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 为什么他在这个电影里头 他有时候有这一类的东西呢 电影里头也有这种啊 杀人 对 暴力 色情 色情 甚至变态 嗯 因为您 现实生活里是不可以有这些东西的 有这些东西 国家是要干涉的 法律是要干涉的 嗯 办这些事的人 由于你触动了这个国法的某一条 嗯 弄好您是要坐监狱的 嗯 结果他把这一部分呢 他在这个 什么电影啊 什么网络游戏啊 什么这 他跟他就所谓虚拟的世界里头呢 嗯 他适当的放宽一点 嗯 我举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跟这个完全没有这么严重 嗯 我就常常想这个 咱们有一个京剧叫宇宙风 对 对 就赵高的女儿光风 装风了以后怎么办呢 搂着他爸爸 叫那个意思是 是我的狼啊 或者咱俩一块进罗杖啊 什么就是这些 他如果不是装风 如果不是京剧 在中国来说 一个女人搂着爸爸要说这种话 你应该碎尸万段 哎呦 这不是表达弗洛伊德那口的 对了 对吧 一些潜意识当中的禁忌 可是 这样呢 最后他一表达呢 他合理化了 嗯 是不是啊 而且他现在呢 就被 还革命化了 是不是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女主角呢 因为 不愿意 这个 被他父亲安排命运 不愿意被这个 秦儿侍 安排命运 所以他就 宁可用这种 胡闹的方式吧 嗯 来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自己的纯洁 所以他不但不是 假恶丑了 他变成真善美了 哎呦 这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分析 案例分析 他通过艺术 有时候把一些 潜意识的东西转化 甚至于是升华了 哎 哎 所以那个 日本呢 嗯 我不是我这个想法 因为我对日本文化了解非常少啊 我说的不对文道兄知道 不不不 我也不 因为日本呢 他毕竟他的国土太小 嗯 哎 他那个民族文化里 他有很多压抑的东西 闷的方 闷 闷的方 他闷 呃 比如说很美好的事情 比如他欣赏樱花 我这非常喜欢 嗯 但是樱花落的时候啊 他在那一边唱着歌 一边哭 嗯 在那哭 在那几个人 全家在那个对着樱花哭 你要想咱们中国人说 您至于吗 你 是不是 哎 可是 这是日本人可爱的地方 您对着樱花哭 那毕竟这是不伤害任何人的 嗯 而且表达你对春光的留恋嘛 这有什么不好啊 嗯 这是可以 嗯 所以日本人这种压抑心理底下 你看那个 有些血腥的场面 有些包括性的场面 那个日本电影里头 比 比 大刀 大刀主吧 对 大刀主 感官世界 对 哎 您说拍那个干什么呢 是 他是 那是个真事 对 也是 你知道是真事 他也是 感官世界 事与真事 对 从我们来说 我们当然对他这个不能首肯 嗯 或者这样的电影在中国 第一 你不可能拍 嗯 第二 您进口了 我不让谁放啊 也不让你放 嗯 但是还有偷着放的 这是事实 就是他仍然人有时候 有某一种啊 就是从哪个血口上啊 嗯 哎 放点血 没错 要出 出 出点血火 对 不知道 你说什么原因 我哪知道 我也 我也没有 没玩 没玩过这 这首活 咱们 这首活 咱们去见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从这个外国文学啊 我又想起您另一个话题了 就是说您是不是现在对现在的这个中文和英文这个死伏比起这事 对了 不是就是这样 现在啊我们这是真的啊 这不是假的 不管中国大陆还是台湾 香港我反倒弄不清楚的什么情况了 这个中文的水准呢越来越低 是吧 陈水扁那儿啊也说一些什么 什么义工对台湾的贡献 庆竹南树 这是他的名言 对 是吧 还有把一些词念错了的 是 念别的字 是 一些大人物 是 一些大 这个大作家 大学问家 大领导 是 提字的时候写出错字来 是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情 但这里有一个理论呢 我怎么听着就跟我的想法反正不太一样 说你为什么中文越来越差 因为你学英文学的 您能接受这个理论吗 我非常不能接受 对 您说说这个 我下下觉得相反 就这种理论呢 其实别的国家也讲过 对 比如说日本 十年前有本很畅销的一本书 那么那本书的作者 甚至当时日本 到今天都还很多日本人这么讲说 为什么我们日本人老是学不好英文呢 我们在日本很奇怪 小学开始学英文 就是学不好 就说 也许真正的答案是 我们根本不应该学英文 而且还学坏了 学了之后 现在日本人也说他们日文水准下降 怎么样 但这种讲法 我觉得全部都站不住脚 为什么呢 因为恰恰相反 有时候你是因为多学了一门外语之后 你反而对自己的母语 能够产生一种距离的感受 你更能够欣赏 中文自己的一些的特点 它的特质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上一门 有一个老师上课给我们上课很奇怪 那个老师教中国哲学 我们上的还是硕士班研究生的班 但那个老师呢 他自己呢 中文好得不行了 也是中国人嘛 但是他强迫我们上中国哲学用英文 他用英文教 读本呢 我们都 比如说你 我觉得这时候觉得一开始很接受不了 比如说读孟子 你就读孟子了 他叫我们读音译本 比如说 论语就读流电觉的音译本 后来就发现太妙了 为什么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现在对于八卦 我们说五行八卦 八卦该怎么翻译 我就读过好几个不同的译本 其中一个译本 八卦这个概念 说英文怎么翻的 你想想看 其中一个翻译 翻译出来是 8 elements of universe 宇宙的八大元素 回头想 对不对 也对 但是你又觉得 不全对 因为他没有完全包括 对 然后透过不断这种英文翻译比较 你发现中文太妙了 就我们一个字 说了多少东西 他的那种我们的简洁 那种字译的复杂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是越外语学多了 现在自己母语 现在咱们中国也有这个声讨啊 就是说这些年对英语啊 过于重视了 简直是全民学英语 直接就造成了我们这个中文水平的下降 这个呀 我就有时候觉得为难在哪呢 我是希望举出这样的例子来 说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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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英语学的太好了 所以您中文下降了 他举的那个例子的人呢 往往是啊 就那些中文正常写别字的人呢 英文更是嘴巴张开 没错 你这连撒单词的 说得太好了 连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拼不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 你也找不出来 说是由于他的这个中文太好 所以英语就根本不可能学的这样的例子 而我们脑子里头 我所佩服的 或者我所知道的这些人 都是英语好 中文也特别好 你像钱忠书 对啊 钱忠书 钱忠书 你谁敢说钱忠书中文不好 因为英语太好 所以中文不行了 德语 他岂止是英语德语 你顾鸿鸣 谁敢说顾鸿鸣 中文不好啊 是啊 你敢跟顾鸿鸣比比 你这个 你是比中文还是比英文 你比哪个 你还比拉丁文 是不是 金献林呢 对 是不是 也都是这样 你这个 包括那些生活在海外的 像跟那个被鲁迅痛斥过的 林语堂 陈锡盈 陈锡盈 林语堂 他们谁中文差了 对啊 所以怎么会是 你怎么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 你怎么学中文呢 奴语好啊 是你学一切语言的基础 您连中文 您自个儿话都说不清楚 您还学英文呢 您还学厄文 您还学西班牙 您还学别的 你不可能的嘛 反过来说呢 是不是啊 你如果 你一点英文 你也接触不进去 不一定非得英文了 就是外语 你拿个什么东西 你和你自己的母语来对照呢 当然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有的人呢 他就会自己母语一种 而且就会我乡下的这个语言 就是我们这村 我们这店的 我觉得这个里边 本身是有一种挫败感在里头 对对对 你比如说我最典型啊 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啊 就中国这个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 一直在学英语啊 可是今天等于零啊 那是我不成器呢 可是我不成器 还是你这个英语教育不成器 就没学会啊 全民的一种挫败感 就是没花了一些功夫 没学会 诸而成愤怒 恰恰相反 现在呀 我们国家确实已经培养起来 越来越多的 就是通双语 或者三种语言 两三种语言的人 在目前的好学生里头 往往我发现这样 好学生 您中文也学的好 英文也学的好 功课慢慢报 您数学也学的好 而且您品行还不错 您想好学生 他品行能坏吗 他要整天耍流氓 偷鸡摸狗 他还能当好学生吗 所以他往往是好 相反 您不是好学生 您中文学的不好 您说是您学英文学的 您骗鬼去吧 说这个 就跟着 没错 说的 我也觉得是 现在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就到 像王老师您当年学俄文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个感受 就学了俄文 反而帮你学中文 我第一 我也没有正经学俄文 因为1949以后 我很快就做一开头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我俄文学过一点 是跟着无线电匣子 是听着收音机学的 但是学俄文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俄文好听 他的那些母语的发音 尤其是他太好听了 因为英语说女孩是girls 我们说女孩 俄文是jevsker jevsker 我一说jevsker 连我那些孙子们就都过来了 哎呦 这么好 在哪呢 那您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爱乌鸡乌啊 我觉得法语好听 好听 像唱歌 像音乐一样 世界各国的语言 都有自己的音乐性 对 而且它有时候呢 你从这个语言 我也从学理上 我并没有根据 但是你从这个语言上呢 你就感觉到你自己的那个语言 就像文道说的 更可爱了 对 你觉得那个说法也非常的可爱 而且有一些最美的这些东西 是他那个语言里没有的 没错 是 因为《汤诗诵词》里的那些词 《汤诗诵词》里的那些词 您那个孟子啊 翻成英文啊 您听看着还特别妙 要《汤诗诵词》里呢 您听着妙的 我大概很少 对 那种婉约 那种是怎么译啊 译不出来 就跟莎士比亚一样 莎士比亚 您说想从中文里的体会 它妙处的就比较 也就太难了 太难了 但是也许哲学上行 理论上可以 理论的 理论的 哲学的 它也出来绝的 所以你要真要进人家的文学宝库 看来啊 靠翻译终于还是差事 也还是可以靠翻译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不能以为翻译就能百分百的 对 何止百分百 我觉得要是唐诗诵词的话 你如果 你最好还是学 学会这个语言 我觉得呀 在学好母语的基础上 是可能的范围 多掌握一两种 两三种语言 这个不但对母语没有坏处 而且有好处 而且对人的精神的开阔 心胸的开阔 一开头学外语的时候 你会非常反感的 比如说水 这水就是 我们觉得非常正确 这是水 你说叫water 你就已经觉得很反感了 讨厌什么water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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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务是怎么成了水的呀 你特务 听着都不像 然后呢 你要到了这个西班牙语 他给你阿瓜 你就更获名其妙了 哪出了一个阿瓜 什么阿瓜 什么瓜 你干脆 甜瓜 西瓜 你越来越生 你跟他生气 你跟他置气 可万能说您不置气了 这说明什么呢 你知道世界的表述的方法 表述的声音 表述的原因和辅音 是多样的 你脑子里有多加增加的一点多样性 你说这人是不是好接触多了 是 你要认为 就跟戴眼镜一样 如果您认为只有您那个偏圆的眼镜 才是正确的 看着我们哥俩这眼镜 您就看着生气 不顺眼了 现在咱们就不会 眼镜本来就是各式各样的 就训练你能接受不同 对了 所以这裙子也是一样 您说这裙子行不行 你有爱看你就看 有爱穿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您会多少种语言呢 我会 我会 唯语 我会唯语 因为我有那个 记忆